欢迎收看财劲Expresso 晚上好我是林德成 我们来看今天的财经重点 马股昨天大跌39点 基金经理今天趁机吸纳股票 让马股出现上升的趋势 彼此时马股全天上涨12.33点 报1665.7点 分析人指出 投资者今天买进国家石油旗下的三大油气股 令到马股今天反弹 另外外资今天竞卖了7644万英级 散户也卖出250万英级 本地机构反而买进7894万英级 接下来的企业BlackNY单元 一开始有林沐山集团的新闻 该集团计划今年推出发展 总值25亿令吉的产业发展项目 并放眼达到12亿令吉的销售目标 该公司董事经理丹思理林富山 看好今年的产业市场 并认为对比其他国家大马产业相对便宜 他说虽然面对消费税和贷款收紧的影响 但是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换个焦点 市场盛传韩国塑料制造公司乐天化工 计划让旗下乐天化工大腾控股 在大马进行首次公开售股 集资超过5亿美元 也就是大约21亿7千万零级 消息人士表示 这项计划最快在下半年展开 乐天集团回应 目前无法证实大马子公司上市的计划 最后莫什德重工上个星期宣布退出油潮船市场 今天该公司解释说 这是因为租船业务已经失去吸引力 该公司以7353万零级 卖出三艘油潮船 并蒙受1200万零级的亏损 感谢收看 祝你晚安 再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